一年齊了 对对对对 开学了好不容易终于上课 建德国小校门口挤满学生 但不是每位学生都这么幸运 能够准时到校 马路上塞塞塞 车辆大排长龙 原来车辆回堵严重 主要是建德国小校门口前的 新色红绿灯 9月1号正式启用 耗枝灯设计90秒秒差 让第一天在孩子来上学的家长 无法适应 不理想不理想 怎么说不理想 一公妈妈比较灵活 她可以看 那这个都在等 三个路口都等啊 这样其实是不是就迟到了 对啊 都停在这边不理想啊 还是一公妈妈自动 看情况然后去 我个人认为 因为不可能好 怎么说 造成塞车 我认为停了很久 停了太久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你刚刚等了多久 等了两三分钟吧 两三分钟 不止汽车出现了排队车潮 就连摩托车 因为路边停满了违规车辆 要穿梭在车阵中 相当危险 有的孩子怕迟到 干脆半途下车用走的 穿梭在车阵中 今天这个情况 的确不是学校热见的啦 所以今天 如果因为车子回堵 然后学生上课比较晚到的情形 老师都会在做一些通融 那今天刚才我们跟交通处理 在现场会还有警察单位 那现在可能我们做秒数的调整 就是从那个安和一街那边上来车辆 秒数我们会减少20秒 本来是设置30秒 所以把这个秒数来缩短 让我们的安和一街上来的车辆 车流量会比较顺畅一点 第一天上学就迟到 校方好无奈 警察局派出了远景 机动性的疏导交通 市政府紧急会刊 决定缩短秒数 避免车流 害到学生迟到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